为了落实社会公益照顾弱势族群 远雄越来饭店在中秋节前送上金装月饼礼盒 以及爱心善款给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 老家协会感谢企业的善行义举 也表示会把这些爱心月饼送给独老品尝 更会努力做好照顾老大人的服务工作 远雄越来大饭店由总经理沈建少 带来了一批金装月饼礼盒还有十万元的善款 捐赠给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 希望能在中秋节前细让独居长辈们感受到温暖关怀 其实我们发现花莲县其实有很多这种团体跟协会 在专注这种所谓的独居老人的生活 跟以及他们日常的一些照顾 那本着我们在这边这么久的时间 我们希望可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 刚好借着中秋节这个名义 我们就把我们饭店的月饼赠送给这些独居老人 那另外我们又在花砖影域 小小的一个十万块的捐赠 那希望可以借此人在这种花通地区 比较所谓偏远地区的一些照顾 或者是老人比较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既有这些学位我们一一的可以发现来照顾 老家协会由执行长蔡志全颁发感谢状 表达对企业回馈社会的肯定 这些月饼透过老家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服务 有温度的服务 第一时间送给我们这些弱势的长者 跟这些贫困家庭 我想有时候他们感动是没有言语的 就像是我看到有些长辈 他说怎么这么好 希望他怎么这么好 这句话就代表很多的行业 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愿意协助他们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些关怀 透过各界的一些力量 希望他们能够至少在 不是那么好的环境跟生活的环境里面 还有支持的力量 祝他们中秋节节快乐 老家协会表示 他们会赶在中秋节前 把这些月饼送到独居长辈家中 让他们可以开心过节 而远来饭店捐助的爱心善款 对协会来说也是一大助力 协会会更努力来做好 照顾老大人们的服务工作 这里会换是报道